Guy Niang 我名字叫彭素珍 1938年出世 我三岁就住当兵了 1950年的时代是英国殖民地 英国人管的嘛 这个地方是英国人 兵 完全是英国兵来的 后来到1951年 那时就有共产党了嘛 英国兵就要 不要给这些华人去接纪共产党 就完全在菜园 他们完全赶来这边新村 在一个地方 只要拿一个地方来围起来 做一个新村 晚上六点钟就关门 围起来200多间屋子 早上六点才开门 旁晚六点关门 早上六点就开门 新村大门关住 也不给人进也不给人出 吃了就要联络在村长 新村的村长 或者是打电跟他讲 那这边有财库的嘛 新村 有一个叫财库 管理新村的人 要跟他讲 他就开门给你进 有重要事情才可以 也不是叫新村 叫寄宗园 寄在一起寄宗园 后来就改名为新村了 所以我那时才是多岁 不要不方便了 我们各家要早早去 有时候有什么事情 有抓到有什么事情 又不开门给人出 等到七八点才开门 要开门要出的时候 还要操身体的 看你摸身体有带什么东西出去 没有的 各家要要摸 男的就警察 男子摸 女的就那个女的警察 这样操身体 操了才可以去各家 有那时候都华语 一本英文 一本英文一本马来文 完全是华文 华语都华语 后来1957年 独立了 就是有了 没有扫门了 那是共产党已经 那是阿都拉曼 那个政府就叫他们共产党 完全投降了 投降出来了 就没有事情了 没有共产党了 到后来独立后 独立后没有关门了 那门拆掉了 政府拆掉了 外面的八戈 有些人他也没有理你 有些人拿那个八戈 他拿来做屋子 拿来违法自己的家里 八戈了 可以拆掉了 没有尾了 大家好 我是叶桥恩 今年20岁 其实我是从 我出生到5岁的时候 都是在当边 可是6岁跟到1年级 我都是在KL啦 而2年级才回到这边 到20岁 到现在 其实我 因为太小 所以我对KL的 那种印象不是很深啦 但是我如果讲 现在 现在我在KL读书的话 我是觉得 加上我听我朋友的经历来讲啦 我觉得单病的人呢 是符合我的期待 因为就是他们是小地方的人嘛 所以就 相对来讲真的是比较友善一点啦 就是很难讲 你左邻右舍 其实你都是很熟的 但是我觉得在KL啦 其实你就算是跟你同点讲 你可能都未必跟他很熟 而且 他们不会有那种互帮互助的精神 人家讲如果我讲你大半夜叫他在你 可能他爸爸妈妈就会不乐意这样子啦 但是 单病的父母耶 他们会比较愿意啦 就是人家对你朋友什么也是那种 属于比较友善啊 会把你当朋友那种人啊 所以我觉得是有区别的啦 就我觉得如果是讲 平常来讲是很不错的啦 因为他就是那种 没有那种塞车啊什么 就比较安静 比较慢节奏的生活咯 但是就是讲如果在KL呢 你就是可以感觉到 不管读书什么都是属于那很精神的 然后你是压力比较大 因为全部都很优秀嘛 可是就是讲如果讲你要以后发展的话 单病肯定不是最好的选择啦 肯定是大地方 因为就是大地方工作机会也多哦 然后加上你见识也比较广哦 就小地方可能你接触的东西真的不多 然后就是我觉得在事业方面 或者读书方面在KL会比较好 我觉得单病会成为理由 甚至是因为他其实一直都在进步 就虽然因为我们以前是联 可能那种最简单的Family Mark啊 CEO啊 然后他最近又有那种壁画啊 就单病的壁画就是单病的独有特色这样哦 所以我觉得他会慢慢成为旅游景点 就是因为他有很他他懂得要怎样去进步 就因为很多地方其实都有壁画啊 都是那种旅客会很常去的地方 所以他们就抓到这个重点 会成为一个旅游胜地哦 Oro还有他们会 他们最近还开有Family Mark CEO那些 所以就慢慢会比较多旅客愿意来啦 就是不像以前这样完全什么都没有 就什么可能很少娱乐的地方 可是现在就比较多哦 然后他们又开很多那种新的餐厅啊 新的那种Cafe啊什么 所以就可以慢慢越来越多人来咯 我觉得蛮推荐旅客去的地方是讲那种鱼仔面啊 然后龙江面 还有那个 哦 客家面 就这样讲 因为我妈妈他们特别喜欢去Buston 就是老人家我觉得可以去那种客家面 然后鱼仔面是因为他蛮特别的 是他是用那种鱼肉做的面嘛 所以就我觉得算是一个地方特色啦 所以就很多旅客慕名而来啊 这种鱼肉做的鱼肉做的鱼肉做的鱼肉 就是这个鱼肉做的鱼肉做的鱼肉做的鱼肉 鱼肉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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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肉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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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